超热门的团购店家 又开始登场啦 越来越热的天气 又哪一些近期超夯的团购好物呢 就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展开今天的特色吧 位于北投中央北路的小旗楼下 看似不起眼的卤味滩 可是在周边超火红的人气美味 各式各样的卤味 更是因为太受欢迎了 在网物摘配市场 也许热门的团购悬项喔 我现在在的地方 看起来是一攤尋常的卤味坛 但是它不尋常喔 不尋常的地方就是 真的不用问老板贵姓 通通都姓你就对了啦 你好 我是依萱 是 我是依萱 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背景 好 我们卤味是我们就是家里面 有13个兄弟就是一起做的卤味 13个喔 你们家庭好大喔 对 那是有就是现在在 有在就是现在有作品 有拍戏的是李威跟李懿 他们两个就是算我们的哥哥跟堂弟 那我们就是一起创造这个品牌这样子 哇 所以等于算是艺人的副业 也可以这么说 可是真的是家族企业喔 然后你不要看这边卤味的种类好多种 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1234567 算一算一共20多种的各种卤味耶 都是每天新鲜卤制的 而且13个兄弟们虽然各个年轻 却都一致的怀念记忆当中小时候的滋味 所以同心协力的经营起了这门卤味生意 真是优秀青年耶 其实小时候我们就住在这边 那我们就在学校对面 那常常一下来还没有进到家门口头 就闻到奶奶闻滷味 滷给我们吃的那个滷味香 对 那就是我们 就是常常一乎来就是抢 抢着要吃滷味 那常常鸡腿都被我哥一个人吃掉 你是说李威吧 对 他就是不想鸡腿这样子 喔 所以长得比较大致 对 我们就只能吃其他 但是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记忆的味道 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那是后来就是在外面工作 有时候想吃滷味 觉得好像就是少了一种记忆中的感觉 所以我们兄弟就决定说 那我们一起来把就是奶奶这个味道 找回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对 小时候那种感觉 就是一开始我们自己吃嘛 然后后来觉得不错的开始卖 然后卖了之后又有很多人希望说 我们可以就是可以 比如说只要台中台南哪里之类的 所以开始我们去年开始有做宅配这样子 喔 所以刚刚说今天不是寻常乳味摊 就是因为他们在网路上超红的 因为就是你们陆续续有开始就是走宅配啊 然后呢可以就是用寄送的这个方式 所以呢待会我们还要就是进道去帮你们看 非常的高纲喔 因为每一种食材其实包括像是这个 像素鸡啦 像鸡爪啦 或是蔬菜类的豆角啦等等的 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 对 那我可以先就是尝看看吗 我要 可以啊可以啊 我直接就点了喔 那我就来一份辣豆干好了 我们直接擦一个你试试看看 看口感怎么样 好香喔 好香喔 是不是有孜然 是 宁珍内行 嗯 好像它有点那个蒙古的那种麻香 麻香感觉 还有那个辣不是就是瞬间那种麻辣 对 是有那个后劲的耶 是是所以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叫川香辣豆干 就是我们把川味跟台味就是混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调配出一个台湾人可以接受 但是又很有特色的口味这样子 很香很入味 难怪这边的那个卤味在这么受欢迎 这招牌川香辣豆干 还真是卤得超够味的 至于其他的卤味 滋味又到不到地呢 就带大家进到厨房来去瞧一瞧吧 本来还有点怀疑 这些卤味这么的够味 是不是其实是出自于家里 姑姑写神之手啊 没想到一进厨房还发现 真的是年轻人亲自长出耶 接着我们就要进到这一家 超夯的团购的卤味的 真的是厨房作业的地方来看看 然后我旁边这个人 大家可能会觉得好面熟喔 欢迎一芳 好面熟喔 你是 我是那个演艺圈艺人李懿的双包台 你是双包台 所以常在路上会被误认 对不对 对 我非常常被误认 所以我现在出门有时候都要戴口罩这样 可是虽然双包台 但他们走不一样的路线 你是在厨地方面特别有那个 对 我就负责就是做乳味的方面这样 哦 而且这家乳味真的是 就是他们一家人 大概有13个兄弟姐妹 一起做好团结哦 就是我们几个大的 就是一起领军其他弟弟妹妹 这样一起一起做这样 哦哦 所以依芳你负责的是 等于是真的是产制 这些美味的乳味的部分 对 厨房的就是从 从生食来处理到熟食到成品 然后包装出去都是我负责的 你要掌管 handle好多事情哦 对 所以当然对食材的了解程度 就要有一定深入的部分哦 我们现在在这个面前呢 就有这个 这是算是生的鸡爪 然后这个是鸭翅 还有鸭蛇 鸭蛇 我们要来看看 为什么这边的乳味 会获得大家的好评 就是因为它其实在 整个制作过程 有很多很细致的地方 而且每一种不同的食材 它其实要处理的部分 是不一样的 对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面前的 这个鸡爪来说好了 要特别去细致的处理哪些部分 对 你会看到有一把剪刀 那你会很好奇 就是鸡脚为什么会有剪刀 你不是把它切断颅吗 不是 因为我们会帮它把这个 指甲这个地方就是剪掉 就是帮它做一下美容的部分 很贴心 你知道我最喜欢这种 其实看到那个鸡爪的指甲 就是吃起来会有一点怕怕的 对 因为我们就是自己爱吃 然后就觉得说 既然已经好吃 那是不是就是可以再更精进一点 然后我们会想想 其实这个地方 大家看了会觉得蛮怕的 因为毕竟鸡 你想到它是踩在地上什么 然后指甲可能 我们跟人的指甲一样 就会长过不纳透之类 而且它用尖尖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就会先把它剪掉这样 好 所以就是蛮费能力的 可是这样子一支一支 每一支 你一天要乳几百支 一天最少都是一千支起 好 那一千支 然后有几支手指头 有四支 所以一天最少要剪四千支 这样 哇塞 剪到手都要抽筋了吧 所以这个是鸡爪它 去一个比较高杠的地方 那旁边鸭刺呢 所以鸭刺呢就是 虽然常常会帮我们先 把大部分的毛都取掉 可是你仔细的看 它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细一点的毛 就是我们还是要处理的 因为这就跟男生的胡子一样 如果说你没有用的很干净 就是会有点点那种 口感上的脚会 对 就是刺刺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会尽量把它处理到 就是最好的部分这样 这眼力要很好耶 对 就是常常就是会用到 就是眼睛会有点酸这样 好…所以第一关练手力 第二关练眼力 那第三关要练什么 第三关这个鸭刺的部分 我们就是要练脂力 就是因为像它这个气管的部分 是就是它会有点脏东西这样 那我们就是都要把它 就是搓干净这样 就是就会有这种脏东西跑出来 有… 对 就是会把它搓干净这样 对 你们真的好细致喔 就是每一个 我觉得这样吃到的 会觉得好安心喔 是因为我们卖东西的宗旨 就是说你自己敢吃的东西 你才敢拿出去卖这个东西 见识完了各种食材的 细心处理过程 让我不得不为这一群优秀青年 再次的拍拍手啦 良心事业啊 就是这样子由顾客 被贴心对待的好口碑 所慢慢累积起来的啦 算一算 光是剪肌爪的动作 就得重复个四千次 这还不算其他 还有二十几种食材 都有不同的高纲步骤要处理 而处理好的鸡爪子 洗干净之后 终于进入卤汁的过程了 切过老卤汁 就是卤味好吃的灵魂关键 把它放入卤汁当中 煮滚了之后熄火 再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入味 让我们这鸡爪啊 有Q劲 又不会过于的软爛 再加入黑麻油 以及辣椒粉 增加香气之后 都是让这招牌鸡馆 大受欢迎的美味秘诀哦 现场买就要来吃吃看 到底为什么这么的受欢迎 然后你看它这个过程 是非常饱当的 然后我要来吃的就是 真的是细致一只一只处理的鸭舌 好像有一点点 我觉得它应该会有点微辣 因为上面有那个辣椒粉 那个粉粒在上面 有点香 好Q哦 而且它虽然说乳的那个颜色 没有很深 可是很入味耶 淡淡的辣香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就是乳味的那个香的那个气息 其实它不只是就是吃进去香 你就闻起来也很香 然后它的那个鸭舌啊 QQ的很弹牙 这个鸭舌好好吃哦 让我在路边就大嗑了起来 实在是因为这鸵味的香气 太诱人了啦 吃进嘴里果然也是十足的够味哦 而且鸭舌吃起来 不但没有一丁点的腥味 反而有着咸味卤汁 充分渗透之后的一股鲜甜回甘的气息 接下来我要来吃的是鸭翅 而且我觉得它们很贴心 就如果你是现场买的话 它会就是帮你把那个鸭翅断开 就是比较方便 就不用在那边撕啊扯啊的那个感觉 然后这个鸭翅呢 我觉得它的那个肉啊 就是这样看 它是有肉汁在里面的感觉也 就是它并没有乳得很那种干柴的一个状态 吃起来 你有吃过那个卤鸭翅吗 卤鸭翅有的就是会 你要就是觉得很有嚼劲 因为它们家的卤到那个肉啊 是软嫩的状态耶 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好咬 就是你看我这样手稍微一推 它肉就骨肉分离了耶 我觉得这种鸭翅的口感 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有的实在就是太有嚼劲了 然后其实你吃不到那个卤汁 好像觉得没有浸到那个肉里面 你看这边呢其实它卤得很透 而且它卤的那个我觉得时间啊 火候应该是就有控制的很好 所以它那个肉啊 我觉得吃起来是软嫩的 然后很滑 又吃得到那个卤汁的香的感觉 其实我最怕吃鸭翅的时候 得努力的跟肉质偏硬的鸭翅膀 拼搏实的糗样了 不过简单的来说 这里的卤鸭翅 口感是软嫩适中不干柴 这样的口感最适合我这种喜欢吃肉 却要顾及吃相的女生啦 能够享受美味又能够轻松优雅 是最两千其美的贴心考量了 不过说到贴心 李家兄弟还会为粉丝们来服务哦 如果有特别的要求 在装修时还会附上李威的签名照耶 这实在也太可爱了吧 啃完滷味才是来一点甜滋味了 炎热的天气吃点冰凉的好拉 下来到未来超夯的秒杀芋头球 也要带你知己哦 位于新店的超前沿笔铺 虽然不是开在人潮众多的市中心 但在网路上头热门的订购率啊 可是曾创下比人潮聚集的一级商圈 还要惊人的业绩哦 嗨 周爸爸你好 嗨 你好 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就是 超夯的网路团购店家周爸爸 然后你在做的就是 非常夯的那个地瓜球 对 这是我们最近卖的最好的商品 它是地瓜球 我可以问一下 这一天可以卖多少个吗 这个一天的话 我们通常啦 我们在网路上啊 之前在团购的时候 我平均八秒钟买一颗 八秒钟 等一下你们一天营业的时间 早上几点到几点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对 带我来掐指一算 一天营9小时 1小时60分钟 1分钟60秒钟 1小时等于360秒 9小时等于32400秒 再除以8秒钟卖一颗 哇 这一天就得卖出超过4000颗 到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米方如何 我一定要好好考问一下周爸爸 那还加入了什么在里面 可以公开吗 这个其实我们 最简单的秘方就是最单纯的 原物料 其实我们的原物料非常非常地简单 因为这个东西 连我女儿也非常喜欢吃 我们都采用金山的地瓜 那这个是台农的品种 它是台农77号 它是红心地瓜 对… 其实它就是地瓜蒸熟 经过一个小时的蒸熟 然后再经过两个小时的烘烤 那其实就只有这样 那加入少许的盐跟糖做调味 对 所以它就是用很单纯的地瓜 加上糖跟盐下去调制了 可是你不要看它简单 刚刚前面已经经过好几个步骤 光是地瓜买回来要削皮 对啊… 要蒸 然后还要把它变成泥 还要混合这样子就搅拌 到最后这边还高纲的咧 对 它不是像冰淇淋小这样子 挖一挖而已 我看你里面还包这个 对 这个我们使用最大品牌 纽西兰的奶油起司 下去切丁 这个非常的昂贵 奶油起司跟地瓜搭吗 非常搭 因为这个非常适合夏天吃 因为你看它就像冰淇淋一样 吃起来是冰冰凉凉很消暑 奶油起司它本身有点酸味 然后去中和地瓜的甜味 所以吃起来味道非常的调和 原来秘方无它 就在细致的废工过程啦 先蒸再烤的地瓜 光是要到可以磨泥的熟度 就得花费三个小时耶 而磨得细致的地瓜泥 周爸爸还极具巧思创意的 把冰冰滑滑的起司 包进了类馅当中 让这个地瓜球 不再只是单调的地瓜口感 难怪会如此的受欢迎 其实这样拿起来还蛮有分量的 对 它非常的扎实 很扎实 我们就是用单纯地瓜加上critch 它的原味道是非常的扎实 你不要看它小小一颗 其实那个沉甸甸的感觉 是非常的有的 而且最主要它又很健康 其实它很符合现在人要求的低热量 因为其实本身地瓜是一个 非常健康的食品 那我们没有加太多的一些人工东西进去 所以它非常好吃 地瓜好甜喔 你好像在吃那个烤地瓜 然后很浓郁很浓郁 对 它非常健康 对… 但是它有很细致 这个地瓜泥它不像你 我在吃那个烤地瓜的香气 可是那个口感是很滑的 对 没错… 然后所以这个泥 特别有把它压到很细很细 对…我们都要经过 大概20分钟后搅拌 然后就是让它 为什么要先蒸就烤 如果单纯只用烤的话 地瓜没办法那么细 那我们透过蒸的过程 让它的组织更绵密 然后再经过烤 然后把水分烤掉 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费功的 对 然后中间的那个芝士 就吃起来会有点QQ的感觉 对… 然后稍微带着那个不一样的 就是有乳香味在里面 对 没错 吃起来会有点微酸 有夏日恋爱的感觉 好搭喔 原来芝士跟地瓜那么搭 一颗颗在手中沉甸甸的地瓜球 都是耗费许多周爸爸的纯手工 以及对于食材的真情感 这用心的程度 绝对是100分的啦 而受欢迎的 还不止地瓜口味喔 这里的仙芋球也是用料天然 热消度超高的人气甜点呢 刚刚啊 我们吃的这个地瓜球 八秒钟卖出一颗对不对 但其实呢 这边的热门商品还不止这个喔 就是八秒钟卖出一颗的 还有这个 当然就是 我们的仙芋球 金光仙芋球 所以就是用芋头做的吗 对…我们特选大甲的芋头 然后从产地直接送过来 然后它的品种啊各方面都是选最上等的 有刚刚有看到那一颗这么大一颗 应该有差不多快一斤了吧 差不多 好大颗的芋头 其实一般人要在市场上买到这么大的芋头 芋头还不容易 产地直送的芋头 那有再加入什么东西吗 其实它的原物料非常单纯 因为这个连我女儿自己也非常爱吃 就是它就是加了鲜奶油 芋头跟糖 这样下去做的调味而已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偏懒 哇 感觉是很简单的元素组合成 对 没错 不过呢 我这边用汤匙挖下去 很像在挖冰淇淋的感觉 其实汤匙感觉到的那个触感 也是很滑滑绵绵的感觉 对 它非常绵密 对 我们经过20分钟左右的搅拌 把芋头的纤维打散 保有芋头少许的颗粒 好香喔 你知道这一下去啊 整个芋头的那个香气 哇 瞬间 就是全部都在你的那个口腔里面 而且它的那个 我觉得它的那个泥啊 也是把它打得很细很细 所以你完完全全吃不到 那个芋头任何的颗粒 对 对 哇 这个也是应该也 其实做起来也很搞刚 对不对 真的非常麻烦 因为我们从削皮跟严选 然后再从切块 然后一直到蒸煮 全部都是我们纯手工下去做的 然后再经由手工一颗一颗 固定它的大小 其实它非常非常的费工 非常费工就对 而且我觉得它这样吃起来滑滑的 绵绵的感觉好像冰淇淋喔 所以应该把它就是冰过 冰在那个冷冻啊 然后稍微一点点花弄拿出来吃 就会很适合夏天的 对 这个夏天吃起来非常消暑 吃下去马上就觉得非常的凉快 对啊 好棒好棒 周爸爸的绝活 还不止这欧娃寒吉 另外一款巧克力蛋糕 跟仙玉球以及地瓜球 是合称店内的团购三大天王喔 超级湿润水嫩的巧克力蛋糕 是周爸爸高饼师傅的 真功夫展现 巧克力蛋糕当初都有啊 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边我跟你说就是不一样了 因为在这个材料 还有整个烤的方法 都是跟一般你知道的 巧克力蛋糕不一样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原物料啊 一般的蛋糕里面 不会都用沙拉油 可是我们是不用沙拉油 我们全部用奶油下去做 对 使用进口 纽纖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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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奶油 而且中间的配方 我们还加入少许的起司 所以说它有带有一点 加入起司喔 对 而且它的做法 跟一般的不一样 我们是采用水浴的做法 水浴 就是巧克力蛋糕也要食蓬蓬 是烤的过程当中不太一样 对 它中间就是我们会在 它一个高含水的状况下 给它做烘烤 所以它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重 对 难怪我刚看它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切 很像那个婴儿的皮肤 对啊 拐拐 拐拐的感觉 我们来看它是不是真的拐拐 拿一条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有弹性喔 对 非常好吃 而且我在那边这样甩啊甩 我听到有水的声音在里面 怎么会这样子呢 给大家听听看 你看 有没有 好像在撕那个海绵的那个声音 怎么蛋糕会有这个声音啊 是代表它水分很多是不是 对 它是超寒水 我们叫它超寒水巧克力条 它就是我们又设计成它是一条一条的 这样非常符合的口型 就是拿起来吃啊 你在办公室吃啊 都非常适合的 这个中间好像棉花糖喔 对啊 对啊 好软喔 而且是嫩 软软嫩嫩的 像在吃豆腐一样的那个感觉 但它水分真的很多 而且它的那个 软的那感觉不是扎实的软 是充满空气的软 对 也太硬了 所以你这样下去的时候 你还可以听到有那个空气 被挤压出来的那个声音 我再给大家听 你看 有没有听到 就有那个 这样空气瞬间被挤出来的声音 所以它其实整个蓬度的那个 空气是饱满在里面 对 但是它呢又有那种软嫩的那个口感 对 哇 这巧克力蛋糕 口感好这个不一样喔 对 而且我们这个巧克力 都是用瑞士进口巧克力 用的等级也比较好 所以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好 对 所以它可以吃到那个巧克力浓郁的香味 对 可是不像你过去吃 可能那种比较重的那种巧克力蛋糕 它是比较会偏扎实的口感 对 就是它就是早期 像那种布朗尼蛋糕 它是比较硬的 对 那我们就是突破它的做法 就是用水域的做法 然后它含水量更高 好有水分喔 所以你下一季可以这个吃得到 巧克力的浓度 然后它的重度在里面 但是你就不用迁就那个干干的口感 对 没错 你其实是可以有一个轻柔的口感 对 这里就是夏天吃巧克力 有时候会嫌太油腻 可是如果吃了我们这个 超韩水巧克力条 它的嘴巴就会感觉更加爽口 好好吃 太爽口了 你看一整条都给我吃完了 接下来我要继续吃吧 好好吃喔 这真的是我吃过 最悬嫩的巧克力蛋糕耶 难怪要给它一个超韩水的封号 吃起来汁汁汁的口感 实在是会让人入口惊艳 不管是热门的团货品 或者是各式的拿手高品 这边都坚持每天新鲜现做 因为维持住 甲后倒秀博的品质好口碑 也是要当个团购人气店家的 不二法门喔 果然要获得广大团购爱好者的支持 这产品的品质坚持 以及入口时得到的感动 是最最实在的宣传力气啦 不论是全家人一条心 所打造出来的 细致超购味乳味 还是爸爸做给孩子吃的 爱心角度研发出来的天然用料甜点 都是今天 要让大家一起帮他们拍拍手的 优质店家 不过最开心的 还是我们这爱团购一族啊 终于又有优质的团购美食 可以多加选择了啦 点心泡泡沟 我们下周见啰 谢谢亭 fé который用的 账美食 欧 Giant 吉姹 欧 halten 等 她 满 磚 闪 sehen 感谢观看